我們今天上第六課 我們上個節課大概教什麼 不知道還有什麼印象 就是教我們設計了一個 做類別變相對連續變相的檢定 然後做了一系列的這個 就是把一系列的檢定合成同一個函數 那以後大家只要放個連續變相跟類別變相 就可以做到這個 自動決定要做什麼檢定方法 我們今天就要把其他部分補齊 就是R的基本資料分析的操作 我們一樣把上次檔案讀進來 上次檔案裡面什麼都有 像我是放在Lesson6裡面 然後把它讀進來之後 這個檔案就跟上次長一模一樣 沒有什麼不同的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 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的統計 那類別變相對類別變相的統計方法 基本上就是用這個 KySquareTest跟FissureExactTest 這兩個方法 這兩個方法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判斷標準 那我們首先先來做KySquareTest好了 KySquareTest跟FissureExactTest 這個都是需要用列連表來做計算的 那列連表怎麼產生呢 列連表我們可以用table這個函數把它產生 所以說 我們上次教了描述性統計 table 我們先把這個 第一個變相跟第二個變相 把它變成一個新的table 好這個table1 就是一個2乘3的列連表 有了這個2乘3的列連表之後 這個 我們先看一下 這兩個指令會有完全一樣的效果 這個是用索引函數 先把這兩個變相 把它抓出來 注意喔 剛剛上面這裡 上面這裡table 是把這個第一個變相跟第二個變相 用痘點把它分開 那在這裡table這個函數 直接放入一個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 是我們用 索引函數 把第一個 把那個 某一個column跟某一個column 把它合起來的 這個 data frame 那是把diabetes跟education合起來 如果我們對它打table 這一串 然後一樣可以產生這個 2乘3的列連表 所以這兩行是一樣的意思喔 卡方檢定就是對這個列連表 進行 卡方檢定 好我們把結果當作result1 好這個result1 如果我問它classresult1 好你發現這是一個叫htest的東西 根據我們上一節學到的知識 這個東西就是s3class對不對 所以說s3class跟list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ls result1 裡面找到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我們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大概就只想一個嘛 就pvalue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result1 然後 用 那個list的索引函數 雙括號 然後p.value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了 開square test的pvalue 這樣可以嗎 那接著 fisherx test跟開square test非常的像 這樣基本上就是 把開square test改成fisher.test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result2 oh tabl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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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2在這裡 好 那這個fisherx test呢 一樣我們用ls 來看一下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裡面的東西比較少 但一樣它還是有p.value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把我們所想要的p.value給叫出來 這樣可以齁 好我們繼續 好那 這個 這邊就是在講說 它是 它是 這兩個都是s3class 那s3class要使用它 呃 要把它裡面的東西拿出來的話 就是使用像list一樣的索引函數 這樣子 因為它們兩個本質上的同樣東西 只是 呃 就是 只是它的那個呈現方式跟人家不一樣 這邊如果 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主要result2 好result2我強迫它的class&list 接著我再打一次result2 你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裡面長成是這個樣子 這樣懂嗎 只是 我如果 把它class改成 htest的時候 那我們再看一次result2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 呃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 s3class的呈現方式 這樣子 好那如果 什麼時候我們要判斷 什麼時候要用卡方檢定 什麼時候我們要判斷 用fisher.exe.test呢 呃 呃這個比較難一點 就是計算上比較難 就是計算上比較難 判斷依據是這個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呃不太好理解 我們先把它唸一次好了 叫有超過80%的格子 期望值大於5 那 我們先不管什麼叫期望值好不好 可是 這邊總共有6個格子嘛 所以幾個格子 期望值大於5 就 就要使用卡方 檢定 好就是 4. 呃4.8個格子 期望值大於5 我就要使用卡方檢定 所以要5個以上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齁 那 所以根據這樣子的想法的話 我們現在就來想說 那我們要計算期望值 我們要怎麼計算期望值呢 舉例來說 現在有個table1 這個table1 它的這個 呃 左邊 左邊是 代表提示 沒有有 右邊是 那個上面是 這個012 三個類別 那它的 每一格的期望值啊 注意這個期望值喔 在 呃 統計上來說 就是說 當虛無假設成立 就是這兩個 變相無相關的時候 這一格應該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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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 當這兩個變相 沒有相關的話 這一格 期望應該要多少勒 應該就是 0的總數 Education等於0的總數 的機率 的機率 乘上 這個 呃 就是乘上這個 呃 Diabetes等於0的機率 那這樣子就是 這一格的機率嘛 那這一格的機率 再乘以總數 這就是答案了 那請問一下 這一格的機率是多少 這邊的機率是多少 這邊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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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用 probability proportion table table1 3 然後2 這樣我們可以獲得 值的機率 對不對 可以接送嗎 這樣我們可以獲得值的機率嘛 對不對 那那個 欸 欸我們獲得的 我們獲得的是這裡 欸 這裡是81% 可是我們要 我們想要的 喔我們想要的不是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喔 我們想要的是 這個0 0佔全部百分之幾 0佔全部百分之幾 所以我們其實 這個 我們要獲得的是 呃 應該是 我們要重新獲得一個 table 我們先不要用函數好了 我們先用想的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 403 加上89 然後兩個加起來之後 除以總數 這樣我們就知道 0的機率了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獲得 403加89 咧 我們可以用 我們用這個方式好了 這個方式比較好懂 我們可以用回圈 我們首先 我們要計算 3個 恩若 我們先計算 糖尿病的 這三個 除以總數 這三個加起來 除以總數 所以我們先產生 marginal n1 這個marginal n1 是一個 空間為2的 這個 向量 對不對 然後接著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就把 marginal n1 我們就把 這兩個 我們就把這邊加起來 這邊加起來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的marginal n1 我們要回圈把它做完之後 我們再看 marginal n1 就是782跟180 782就是這幾個加起來 180就是這幾個加起來 這樣可以 好 那 當然等下總數我們再算就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 我們同理可以再獲得 marginal n2 對吧 好 同理我們可以獲得 marginal n2 這邊加起來 這邊加起來 好 那有了 marginal n1 跟marginal n2之後 我們總共還有總數嘛 對不對 總數怎麼取得咧 總數我們可以用 大N來表示 這個大N 等於 把整個table1 給加起來 好 注意這個上這個函數 我們一直在使用它嘛 就是累加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的 期望值怎麼算 marginal n1 我們講第一個數好了 然後再乘上 marginal n2 的第一個數 再除以n 這是不是 總共的機率 這一格 期望的機率 然後它又再乘以總數嘛 對不對 再乘以總數 這樣獲得是這一格的 期望個數對不對 好 當然聰明的你會發現 其中有 兩個除以n 一個除以n 所以可以約掉 對不對 所以它的答案應該是 marginal n1 乘上 marginal n2 再除以n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除好了 我們這裡用了一個 矩正的乘法 這是一個技巧 好大家看一下 這個 乘起來 欸 還有除以n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數字 是不是就是它 好 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我們1 2 好了 我們21 21 我們來看這個數字是哪一個 這個數字是不是它 這樣可以嗎 為什麼會這樣 這是因為矩正的乘法 注意一下 矩正的乘法怎麼成的 是不是就是 這個數乘上這個數 然後這個數乘上這個數 這個數乘上這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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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乘以這個數 這個數乘以這個數 所以我們這裡運用了矩陣的乘法 當然啦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就是你可以產生一個 2x3的matrix 然後自己用回圈把它填滿 這樣可以啦 那用矩陣的乘法比較快 用矩陣的乘法在除以N之後 我們就可以獲得 這個table的期望值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是期望的table 基本上 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過程喔 我們大概給大家分析一下 這些程式嘛 好 首先 Data讀進來 讀進來之後產生一個table1 對不對 產生一個table1 產生table1之後勒 這邊全部的過程都在計算 table1的期望值嘛 對不對 這些地方是改都不用改的喔 如果你 不知道期望值怎麼算 那其實沒有關係啦 就是你就知道這邊全部複製貼上就可以算期望值了 這樣可以喔 那 有了這些 算出期望值的table之後 我們就可以判斷 這個期望值的table 是否有80%的格子大於5嘛 那我們要怎麼判斷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大於5 它是不是回答我 有True跟有False 對不對 那我 我是不是可以計算 這個 這總共 現在這個 這個東西是一個邏輯矩陣嘛 對不對 這個邏輯矩陣的總數是多少 是不是6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我是不是可以用上 全部把它加起來 因為True就是E False就是0 全部加起來除以總數 是不是就是它的比例 這樣可以嗎 所以這一串 這一串如果 呃 result result我們先產生 這一串如果 它大於0.8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卡方檢定 如果小於0.8 我們就要必須使用Fishursevertest 這樣可以 這一串其實還有更好的做法 就min min也可以 可以 因為總數嘛 總共有很多個0跟1 我直接把它做平均 那意思就是 直接算 1的比例嘛 這樣可以嗎 0跟1的序列 我直接做平均 就是在告訴我1的比例 OK 那我們繼續 所以這個case是要用卡方檢定 好所以 當你學會了剛剛的過程 注意一下我的 我的這些程式碼整個過程喔 我這個程式碼沒有很長 對不對 就是 首先先製作一個 列連表 做完列連表之後計算 期望值的table 這邊 完全不用改 從講義上面抄就好了 做完以後 根據這個 期望值的table去計算 它是否有80%的格子大U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這個 卡方檢定 那如果不是我們就可以用Fishursever 如果小於80%的大U 我們就可以用Fishursevertest 好 這樣子我們就做一個這個函數 那下面的部分 除非你 桑捷克 或者你之前回去練習的時候 你有把 桑捷克練習式的函數做出來 不然的話這個題目就不用做了 這邊在做什麼勒 就是 我們桑捷克是不是給你一個 一個類別變相一個連續變相 它就可以自動決定 它應該要 它是兩類還是三類 兩類就走T-Test 那個 威爾康克森 Rank Sound Test的體系 那如果 三類的話就走 Anova KW Test的體系 這樣對吧 那 這個 我們現在 如果你又有類別變相 對類別變相 檢定的話 你就可以 把這個 就是 你就可以把它擴充 那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做上面這裡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開始做一下 好我們 這一題如果要做的話 這個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函數怎麼寫 對不對 那 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怎麼寫函數的 我們喜歡把這個 舉例來說 先把我們要的變數挑出來 X1等於 這個 Data 裡面的 這個 這個Diabetes好了 那X2等於 Data裡面的 這個 這個 舉例來說 Education 好 那有了 這兩個開始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我們要怎麼做好了 下面首先 我們剛剛就說我們要先產生一個table嘛對不對 我們先把這全部貼過來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table 但是因為我們剛剛的這個Diabetes跟Education已經被我拉上來嘛對不對 所以我需要把 table這裡 改成這個X1 X2 好接著我說 當你有了table之後下面這邊完全不用動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計算期望值的方式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那個樣子 不管今天他table長的什麼樣子 都是長 期望值table都是這樣算的 算完期望值的table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問他是不是大於5 然後接著用min 算他的平均值 去計算說他到底是要用fisherXZTest還是卡方檢定對不對 好 那這個東西 if 這個東西他如果大於 0.8 那我是不是要用卡方檢定 那else我是不是要用fisherXZTest 所以我這裡可以result 等於 chisq.test 然後對table1做 對table1做嘛對不對 那我在這裡是不是可以result 等於fisher fisher 點test table1 然後接著我可以把result秀出來嘛對不對 好當你這邊都做完了之後我按run 好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答案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要怎麼打包含的函數 我們是不是在 拉出的邊方下面這邊寫 就要說test 等於f 好x1 x2 注意x1x2就是上面我們輸的參數嘛對不對 大括號 裡面是不是把下面全部拉起來這樣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是我們要的答案了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好了啦 我現在把它刪掉喔 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的右邊出現了test這個函數 我們現在用test x1 等於data裡面的 就來說cancel好了 x2等於 data裡面的 Income 好是不是就出現 這個 凱芒檢定 好我們要怎麼確定我們自己做的 沒有錯咧我們來做個實驗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data 變成subdata subdata只有data裡面的錢第1到第50筆 這樣這個data一定非常小對不對 很容易就必須要使用fissure exat test 所以我們用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這兩個變數 然後我們把data換subdata 然後看到了嗎他就該使用fissureexat test 對不對 好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一個 題目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不會很難啦 那你如果 要把這個跟他上次的這個結果合併 這個 回去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把 我已經把那個就是上捷克的函數丟掉了 所以這可能要整合 兩捷克的內容 才有辦法看出要怎麼樣 做出這件事 好那這個 呃 我們先講一下我們其中作業啦 不見得要教啦 好不好 我們好像一開始就有講了 就是 這個 就看心意這樣子啦 不教也無所謂 這是一個練習的機會啦 這練習的機會就是說 我們上捷克已經教過tablemaker了 那如果 我們希望啊 叫你寫出現在一個網頁 那現在是不可能的事啊 因為沒有教 但有沒有可能寫出一個函數 可以做到跟tablemaker一模一樣的事情 事實上那個tablemaker做的那個事情就跟 就跟這個 呃我們現在學的東西全部都在那上面用到了 對不對 首先 先選擇 grouping variable 就是column的變相 再選擇左邊的變相 是連續變相 就使用 那個 類別不就連續嘛 就使用我們上捷克交往那條路 很複雜 但 是做得出來的嘛 對不對 如果 是類別的變相 就使用今天教的這條路 對不對 那這樣子 這個東西就做完了嘛 對不對 所以 呃沒有很難 然後記得填數字 填數字的時候 因為可能還要填入一些 就是描述性統計 然後決定小數位數這樣子 有一點點的難度 但是 難度沒有說 非常高 這樣好不好 這個 必須憑良心講啊 今年是第四年上課啊 對不對 這個 我忘記 每一年有幾個人教了 但是都有教出來 好不好 都有人教得出來喔 不是 這個沒有那麼難喔 好不好 因為你只要有學看影片 然後 去 回頭看一下我們寫的那些東西 你一定教得出這個 這個作業了 這樣好不好 當然要花時間啦 平常講 好 那要幾個人一組 這個無所謂喔 好不好 有教基本上就 反正分數 這個 就會往上加啦 好不好 沒有教也 不用緊張 這樣子 反正沒有人上課 都可以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現在來 我們剛剛的前面幾節教學啊 我們來現在 回顧一下 我們學了 類別對連續 就是我們上一節課教的那個嘛 對不對 還有類別對類別 那我們好像缺了一個東西啊 連續對連續 連續對連續有什麼統計方法可以用呢 基本上 如果我們不使用 就是 回歸之類的技術 我們下一節課 會講 會教怎麼使用回歸 然後跟那個 Caxe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我們這個教得很快啦 然後 基礎不是很扎實 不過沒有關係啦 反正由統計課來教這件事情 我們就只是教使用而已 好那這個 我們現在 連續對連續不使用回歸的話 我們只剩下一種方法啦 就是 PSN Correlation 那PSN Correlation 在R裡面怎麼用呢 就cor.test 這就可以把兩個連續變相拿來做PSN Correl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cor.test 我現在把這裡刪掉 清空 好 我們現在把檔案讀進來之後 然後 我們cor.test 輸入兩個連續變相之後 接著 豆.method 等於PSN 這樣我們就可以出現 PSN Correlation的這個 就是 就是他的檢定結果了 這樣可以嗎 好像 不會很難嘛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前面已經學會了基本上就 沒有那麼難 好 PSN Correlation 如果樣本數不夠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 選擇 換成 Spearman Correlation 這個 統計課會教啦 不過 我們在這裡 要操作的話 非常簡單 同樣什麼都不改 只把Messor這裡 從PSN改 Spearman 就是改個參數而已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好 來我們繼續 那 這樣子 當你學會 PSN Correlation之後 那我們現在其實應該可以再做一個函數囉 好 就是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功能稍微複雜一點點 雖然就是他的主要判斷的邏輯只有SampleSize 對不對 好 首先啊 輸入X1跟X2 輸入了以後 函數要先檢查 你所輸入的X1跟X2 這兩個 數值向量 長度是否相等 如果不相等的話就直接出去了 相不相等用Lens來看嘛 對不對 好接下來 如果SampleSize小於25 就使用 如果大於 25就使用PSN Correlation 小於25就使用PSN Correlation 好這邊需要注意一點喔 就是 你輸入的向量 會有NA對不對 必須要 兩個 就是舉例來說 可能 第一個變相是 那個 第一個變相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Data好了 好你看 Data SPP在這裡是不是NA DPP在前10個是不是都沒有NA 那這一筆可不可以用 這筆不能用 對不對 這筆不能用喔 所以說你在檢查樣本數的時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不是直接問他Lens就可以了喔 你要 確定這兩者都沒有NA 你才可以把它拿來 當作是一個有效樣本 所以你要檢定他的樣本數是否大於25的時候 你必須做這個確定喔 好不好 好所以說這就是我們第二題啦 這個應該也是蠻簡單的 我們來試一下 好這個小小提示是這樣子啦 就是 我們在寫函數的時候首先我們要先把變相拉出來嘛對不對 X1等於 假設Data裡面的 DBP X2等於Data裡面的 SPP 有了這兩個條件之後啊 我們首先我們要先檢查是否等長嘛對不對 是否等長很簡單啦 就是 Lens X1 等於等於Lens X2 好這個東西如果是True我們才做對不對 這個東西如果是True我們才做所以我們就if 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就做一些什麼事然後else else我們就cat Lens 相連 兩者不等長 這樣可以吧 那 接著 我們在 等長了之後我們要做什麼事我們要檢查它是否NA嘛對不對 那X1是否NA怎麼檢查 是不是有extendNA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堆True跟False對吧 那X2呢 用這種方式 他們兩個只要認一個NA了 兩個只要認一個NA了是不是就不行了 那 他們兩個是不是要同時不NA 我們才可以把它視為一個sample size 怎麼樣說它不NA勒前面加了驚嘆號對不對 這樣是不NA 是嗎這樣可以嗎 驚嘆號 IsNA X2 這是不NA 對不對 那它同時也要 驚嘆號 IsNA X1 兩個要同時滿足嘛 同時滿足要用什麼符號 用and這樣可以嗎 這樣這個東西是什麼 兩者同時不NA 對不對 兩者同時不NA 然後我們把它加起來 是不是就是總共有954個case 沒有同時 同時不NA 所以這個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用if 大於25 我們就做某件事情 else 我們就做某件事情 對吧 所以基本上 我已經快完成了啦好不好 那我們就 你已經匯到這裡 我們based on這樣子 然後繼續再讓大家做一下子好不好 再給大家10分鐘 好 我們剛剛贏到這裡這一步了 我們現在只剩下如果他大25我們就要用Person Correlation 然後小25我們就要用 Sperman Correlation 那怎麼做咧 我們就要 去前面這裡貼 下面這裡貼啦 如果發生這件事的話 我們就要把result result result就等於 Person的correlation 然後這裡注意喔這裡要記得改成X1跟X2喔 不然的話你就會 你就會永遠都做那一筆data這樣子 這樣子 好這裡這樣的話你就用Sperman 然後最後 你要把result給print出來 好有了這樣的之後我們來把它清空然後重做一次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按一下run 他是不是就會出現 Person Correlation的 這個 檢定了 對不對好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打包成Function呢在這裡 一樣Test等於 Function X1 X2 然後大括號 然後裡面這一堆東西通通都把它貼上來 好然後接著 這裡可以刪了 好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先清空 然後 全部執行次 執行完了以後我們來看Test 這個X1 等於 Data裡面的 SBP X2 等於Data裡面的DBP 好這樣是不是就做出來 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啦 DBP如果我們只要第1比到第50比 這樣一定做不出來嘛 因為 SBP有1000比 DBP只有50比 他就會告訴我兩者不等長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我這兩個 都只有第1比到第25比好了 第1比到第20比 因為如果只有第1比到第20比 這個一定 這個一定就不夠只能做Spearman Correlation嘛對不對 對不對 他做Spearman Correlation 這樣可以 所以說 看起來好像 這題應該沒有那麼難 這樣可以 那我們來做 今天的最後一個部分 今天的最後這個部分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我們以前 這一節課之前 首先我們先稍微總結一下資料分析到目前的狀況 就是 如果我們做單變相分析 就任兩個變相做分析的時候 類別對連續 我們上一節課教過 類別對類別 接恩第1節 卡方檢定 Fissure Exit Test 連續對連續 那個 Pearson Correlation 跟Spearman Correlation 所以我們全部的組合都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現在要 講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做 相關性 相關係數 只能夠 用連續對連續嗎 有沒有可能做類別對連續的相關係數 還有類別對類別的相關係數 有這個東西喔 不是沒有喔 好不好是有這個東西的喔 那 有這個東西的話 可是啊 現在非常遺憾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不是常規的統計方法 如果你看Paper的話 你會發現幾乎沒有看過類別對類別的 相關係數 也沒有對 看過反正類別變相似乎是沒有相關係數這種東西的 你沒有看過嘛 所以啊 這並不是基本的函數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的是一些比較特殊的函數 這些函數 被放在 Package裡面 什麼叫Package 這個就是我們等下要教的東西了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前幾個課都沒有接觸到一個都要Package的東西 我們來講白了一點 就是阿語言內建的函數不夠用 我們要呼叫外面的人來幫我們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類別 連續變相的相關係數 就類別對類別的話 其實是有個名字的 也許你有時候看Paper不小心就會看到這個字 好我現在教你們是如果我們今天今天當然是我上課的時候 出現這個 Polychoric Corelation啦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是看Paper呢 你就看到 某某人 用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統計方法 我沒看過 怎麼辦 請你拿去Google好不好 我們來試著Google一下 但你Google完之後發現它是有Wikipedia的耶 它不是 它不是一個 莫名其妙的統計方法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Wikipedia的描述 這邊有一些簡單的描述嘛 好 In statistics 在統計學上面 Polychoric correlation 它是一個technology 去估計這個correlation Between兩個就是 這個 就是 有 就是continued lengthen variable就是有潛在的連續變相 但是它是一個 就是 Ordino的 但是它觀察到是 Ordino variable Ordino就是 序位變相 這樣子 序位變相如果你只有兩類的話 你也可以當作是一種很特殊的序位變相 所以 這個Polychoric correlation 它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 它可以拿來做 就是類別 化 類別變相的correlation 這樣知道嗎 它背後的統計原理我們等一下 稍微講到的時候再來說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如果你在R裡面沒有辦法做這件事嘛 對不對 那你直接Google的時候你Google到Wikipedia 那我們重新Google一下 如果我們GoogleR 然後控格 Polychoric correlation 你這樣Enter之後 也就是你以後你看到一些新的統一方法 你沒有學過 然後你想試試看 其實你基本上你可以打R 然後控格那個統一方法 你打Enter之後你發現了什麼 這裡 有一個叫 Polycor -crn crn是R的官方網站 但點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叫PackagePolycor 這個東西 這什麼意思呢 代表一件事情 有一個 Package 在R裡面有一個Package 叫做Polycor 它可以幫助你做這件事情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要怎麼安裝Package 安裝Package的方法是這個樣子喔 在R裡面總共 它的官方網站上面 目前應該有超過 1萬個Package 這個Package有很多啊 你要寫個Package上去也可以 主要說像我就寫了一個 寫過一個Package叫ETMA 那是我的博士論文 好啊 ETMAR 然後你點進來的時候你就看到 作者靈親嘛 這樣可以喔 所以其實你要 寫出一個Package上傳上去也是完全沒有問題 Package 放在官方網站上 是需要一些審核的 跟投稿差不多 那那個 你要 你要放上去的話 基本上你只要願意寫就可以放上去了 所以這1000個Package就是有不同的人 他去試著把自己所做出來的東西貢獻上去 這樣 就寫了一些Function放到Package裡面 好所以我們要怎麼下載這些Package咧 你可以注意喔 我們下載Package的地方 這是R Studio對不對 在你的右手邊 右手邊的這裡 右手邊的這裡 有一個叫Packages的分頁 請你點它 點到Package分頁這裡有個Install Install就是安裝的意思 安裝 然後這裡你可以打上Poly COR 那按Install 它就會開始安裝了 當然因為我已經安裝過我就不想安裝了 好不好 那 這個 當你安裝完成之後 你要怎麼確定你有安裝成功呢 你可以Library Poly COR 如果你Library它沒有出現警告 基本上就是成功了 好我們先暫停一下好不好 我們要確保所有人這一步都完成的了 好我們繼續 好安裝完了以後 安裝完了以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套件說明好了 這個 這就是我們剛剛搜尋到那個對不對 那是它的套件說明書 讀套件說明書跟讀那個Help 其實差不了多少 當然啦 就是它有一個缺點就是通都是英文的 這樣子 在這裡 我們看到的是 它的函數非常少 總共只有 這個 HIT COR 然後Poly Cory 然後還有這個 Poly Serial 這個 然後Print.xx 這個不重要 Print.xx應該是S3 class的 那個Print函數對不對 所以重點函數只有這兩個 這個我們看不懂嗎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在第二頁裡面 它寫 這是Hetrogenous Correlation Matrix 所以這是做 Correlation Matrix用的 好這個函數我們先跳過 因為這不是我們要的嘛對不對 往下 到了這個 Poly Chor Poly Chory Correlation 所以這是我們要的對不對 它的輸入是什麼 輸入X輸入Y 後面這些參數看不懂我們就不輸入了對不對 再往下 這裡是不是還有一個 Poly Serial Correlation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我沒看過的嘛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Computer的Poly Serial Correlation 還有它的Standard Error Between一個 連續變相和序位變相喔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類別對類別是用 Poly Chory Correlation 然後類別對連續也是用這個方法對不對 所以這個套件同時支援的 連續對連續用傳統的PSM Correlation就可以用了對不對 這個套件同時支援的 類別對類別還有類別對連續的 這個 Correlation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來做喔 在哪裡喔在這裡 好那你找到了你發現就是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函數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函數 你發現這個是我們要的函數的時候喔 你可以打Help 你在右邊 就會看到它的函數說明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這樣看我們不會用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 現在看到新函數新套件新函數 第一件事 請你拉到最下面 這邊有個Example 不管怎麼樣我們先做一次Example好了 清空 開啟個新語法 然後複製貼上 一個Example出來之後我們就適合一行行執行 一行行執行 這個if這個基本上不用執行啦對不對 好然後我們來看這裡喔 Set Seed 這個什麼都沒有變化嘛對不對 然後Data 看起來 RNO RIM所以我們要先 我們要先把它 這一行是這個跟載入這個套件意思是一樣的 好不好那我們先 好現在這個Data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class 它是一個matrix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它的nRaw Data 以前 nColent Data 2所以我們可以用head的Data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兩串 數值向量 對不對 兩串數值向量注意一下喔 這是X這是Y對不對 X是Data裡面的第一個column Y是Data裡面的第二個column 所以這就是一堆 連續變相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做了 COR 它出來一個數字 0.526 3698 這是什麼 這是Piarsen Correlation 這是Piarsen Correlation 它這邊後面有註解嘛 Simple Correlation 對不對 這是Piarsen Correlation 但是現在做這個沒有意義啊 因為這個X跟Y是連續變相 對不對 這個X跟Y跟連續變相 所以它現在幹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它把X 注意現在的X 現在的X是一個連續變相喔 然後Cut這個函數 是根據 負無限大到 0.75 和正無限大 這樣總共會分成兩類 它把X 分成了兩類 注意這個 它把X分成了兩類 Cut這個函數 是把X分成兩類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 你問 X的class 它是一個factor對不對 這個factor的levels 是不是就是兩種 那這個就是 這個區間符號 意思是負無限大到 0.75 0.75到正無限大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一個連續變 類別變相對不對 那現在的Y 是不是也是一個類別變相 class Y 這是一個factor Levels Y 這是一個 四個 類別的 我們應該可以叫它 序位變相啦 好不好 好 那 接著我們用poly CHOR X跟Y 現在的X跟Y是類別變相對不對 我們按下run的時候 神奇的 事情出現了 它居然跟剛剛 我們在做 correlation 對兩個連續變相做correlation的時候 它的數字0.526嘛對不對 我把它轉成類別變相之後 它的數字居然幾乎跟本來的 連續變相 幾乎一樣耶 所以你知道它在說明 它在示範什麼事情了嗎 它在示範說 這個 我 把連續變相變成類別變相之後 我用 Poly Chorrelation 做出來的correlation 居然跟那個 我看不到的連續變相 它的 相關係數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 當你看到這件事之後 你再回頭 看一下 Wikipedia寫的這個句話 Wikipedia寫說什麼 它是在估計一個correlation 估計什麼呢 估計兩個理論上 是Normal Distribution的 Normal Distribution就是連續變相 那個常態分佈嘛 理論上是 常態分佈了兩個 連續變相 它的Lentern Variable Lentern Variable是潛在變相的意思 假設我有兩個隱藏的 我看不到的 連續變相 它可以做 Poly Chorrelation嘛對不對 那我不知道 我因為某些原因 我把它類別化了 我對那個類別變相 我對那個觀察到的 序位變相做correlation 它的效果相當於 我對那兩個潛在的連續變相 做 這個 做這個 就是 PSN Correlation 這樣知道嗎 這Poly Chorrelation 就是在幹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怎麼做到的 我只能說 目前喔 有點神奇 你應該學不會 我們大概會在 我們的第10 這個我會教喔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的這一節課 我們的這一 這一學習 我們會教到 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我會教到 我會教到 但是這個 這邊我們要到 我們上課這裡 大概 第17課這裡 我們上完第9課之後 會直接跳第17課 在演算法 最大概是 故技法這裡 我會告訴你們 他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好不好 但你現在就知道一件事情啦 就是你要看套件說明書 你要學個新的統一方法 基本上就是這麼幹就對了 好接著 注意件事情 做完這裡 他下面還有個範例對不對 這裡剛剛是 就是x跟y 做poly-correct correlation對不對 但這裡還有ml等於True StandardError等於True 我們按下run了之後 你發現 他不但 做完 統計檢定 他還出現了StandardError 對吧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 統計檢定了嘛 還有PValue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給他 result 等於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lxresult result 是不是產生了我們要的東西 沒有PValue沒有關係 是不是有Degree of Freedom 跟x2 所以我們這個是不是可以用這兩個東西去計算 他的 PValue 好不過怎麼計算我們等一下加油好不好 我們先來 所以你已經會喔 所以我們要 看懂一個套件的說明 我們下載一個套件 我們要看懂一個套件的說明 然後跟 執行我們就用他Example 那我們執行完之後去揣摩他每一行的意思 那我們就知道他是什麼 當然啦 因為 基本上這個統計方法是由我帶你們做的 所以你們應該聽得懂我在做什麼好不好 聽不懂嗎我看到了 奇怪的眼神 我們這裡再講清楚一點好不好 他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就是假設我有兩個 Lanton的常態分佈的 連續變樣是Y1跟Y2 那我把它畫成散步圖 他應該就會畫成類似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是這個 這個橢圓圈圈就是 X跟Y的散步圖 這樣可以吧 那 我把它畫成散步圖之後 如果硬是用兩個切點 也就是T1跟T2 這兩個切點 切割 Y1跟Y2之後 那 這個面積這裡的點的數目是不是就是 C 這裡點的數目是不是就A 所以根據這個 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個2x2的列連表 所以根據這些數字的分佈 根據這些數字的分佈 我應該可以猜出 他原來是什麼樣的橢圓 可以讓我切出這種數字 這樣懂了嗎 那那個什麼樣的橢圓 就是什麼樣的橢圓就是這個 二元常態分佈 什麼樣的 橢圓 什麼樣的這個 分佈可以讓我 在切割T1跟T2的時候切出那樣子的比例 那根據這個比例 我就可以計算出 我就可以計算出他 這個常態分佈的 他原來應該是屬於哪一個常態分佈 這樣懂意思嗎 這個有點 因為 你們現在沒有學過這個統一方法 所以你會覺得很難 好不好 那我們來試著 我們來試著做 這個 這邊就是我剛剛示範剛剛的那個example 部分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好不好 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他神奇效果了喔 所以我們來做個實驗 就是 x1 等於Data裡面的 SBP x2 等於 Data裡面的 DBP 這樣可以吧 好按Round之後 怎麼沒有 好我們先清空好了 我們先把Data讀進來 好把這邊貼上去 應該是Data不是Data 好 我們現在啊 我們先做Collation好了 COR就是Collation X1 X2 他現在 那可能要cor.test 他現在 告訴我們 correlation是不是0.864 那我們就做個實驗嘛 我們故意把它切開好不好 我們產生一個新變項 他就是 這個他就是這個 SBP跟DBP的 就是把它做一個 用個切點把它切開 看看能不能還原出這個數字好不好 好 x1 點 cut 等於 x1 它是否大於140 好 那x2點cut 是否大於90好了 好現在是不是有x1點cut 這是一個一堆True跟False對不對 然後True就是1對不對 False就是0 所以 我可以把它 我如果為了方便我可以asInt 這樣他就是0跟1嘛對不對 全部執行完 我的x1cut就是一堆0跟1 x2cut也是一堆0跟1 好接著 我想要用polychoric x1點cut x1點cut x2點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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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poly拼錯了 有沒有注意到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神奇 跟我 做correlation x1跟x2是我原來的數據嘛對不對 我原來數據 跟我類別化之後幾乎沒有差別 當然還是有一些差別啦好不好 但是那個差別微乎其微啊 你要知道一件事因為他是去拆的嘛對不對 他會有一點點誤差正常 但是他 大致上沒有差別太大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 這個polychoric correlation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嗎 好 這個是基本上我們在學一個新的統一方法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點用結果去回推啦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後面原理的話 你需要上到那個我們下半學期的課 你才會知道統計方法 很多統一方法他是怎麼樣被 怎麼樣被求出來的 覺得說這個0.85 是怎麼被求出來的 這樣可以 好那 你現在了解這件事之後我們當然可以兩個類別變相 這個 delice跟dibetis就是兩個類別變相嘛對不對 這兩個類變相我們就可以直接用 polychoric correlation然後直接把它做出來 當然因為這個我們沒有標準答案啊我們就不知道了 剛剛那個sbp跟dbp我們是有標準答案的喔 所以我們可以去對照一下 所以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這個polychoric correlation他意思是什麼 他怎麼做的意思是什麼 這樣可以吧 好那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要做檢定你需要下額外的指令 就是這個Standard Error給出這樣可以吧 那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出這個 polychoric correlation的這個檢定了 result7你lsresult7 你就可以獲得他的卡方值 跟他的 degree of freedom result7 雙中括號chisq 這是他的卡方值 這樣可以嗎 這是他的卡方值 那他的 df 就是他的 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 這個自由度 那他這邊還有一個東西啦 就是他的va sqrt 之後就是他的 sqrt 開根號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他的標準物 他的標準物跟這個數字一模一樣這樣可以嗎 那他的 那個他的那個 相關系數呢 raw這樣可以嗎 是不是這個 所以你有了這個有了這個是不是就可以去計算 有了點估計有了標準物是不是就可以去計算那個 z值 然後你就可以 查表都可以出來了嘛 對不對 好當然了查表我們在r裡面有更好的查法 我們等一下教 好那我們注意一下 這個 這是 這是 類別對類別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個類別對連續的 類別對連續的我們來做一下 類別對連續的 要做的話比較簡單 應該是要有這個 呃 然後跟df 有了這兩個之後我們要求出pValue嘛 對不對 怎麼求出pValue 在r裡面查表 我們查表怎麼可能手動去查咧 對不對 我們當然叫電腦幫我查嘛 對不對 這電腦怎麼叫我幫我們查咧 我們可以利用 一個函數叫p chisq 去求得 卡方分佈的累積分佈值 這個 我們先求這個test bar這裡好不好 你先輸入 pchisq就是在求 給我一個卡方值 跟給我一個自由度 DF 我就 我求得了0.853 這個是什麼 這是卡方的左尾 我們在算pValue的時候是卡方的右尾嘛 所以1減掉這個數字 0.146 這個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pValue的對不對 當然你會說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為什麼不直接給我pValue 因為那是 那個某某人寫的嘛 我們來看一下誰寫的好了 寫的這麼不人性化對不對 這裡應該有作者名稱啦 作者是 John Fox喔 John Fox是一個很有名的統計學家 我們不可以這樣講他 這個 你們可能沒聽過就算了啦 但是這個 這個人蠻有名的 我們來查一下他好了 就是 帶你們認識一下他 這個是足球員啦 好啦我們 我們google scholar好了 我覺得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google scholar John Scott 他閃電視數應該 有個幾萬吧 我覺得 這個 John Fox幾次啊 喔4000喔 這麼少 比我想像中少蠻多的耶 這是economics的 這個 我覺得 我不知道哪一個John Fox是他 顯然不是剛剛那個啦 好不好 這可能要查一下啦 好不好 這個 基本上 他沒有給pValue 我們可以自己算啦 對統計學家來講 你有這些資訊 算pValue太簡單了 他不想提供了 這樣知道嗎 好 那 這次 這一個是result8 這是poly serial correlation 所做出來的 檢定嘛對不對 但如果poly-correlation 他沒有 他沒有 那個result result7他沒有那個 他沒有那個什麼 卡方值跟df 他沒有的話 我們要怎麼用這兩個數字來求勒 我們需要用 先把他的raw 如果除以他的 標準物取得z z的平方就是卡方值 那卡方值我們就可以用 PCHISQ DF等於1 去把它求出來了 如果你不想要1-的話 你就卡方值這邊下個參數 Lower Tor 等於False 就是代表你只求右偉的 右偉累積分佈 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右偉的累積分佈 那你如果直接對這個東西求右偉累積分佈 你就可以直接 你就不用1-了 你就可以直接得到 這個0.1468 這樣可以齁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練習3好了 基本上 已經 就是 基本上已經 學得差不多了 我們練習3就是 就是 練習2剛剛就是可以做 PSM correlation 也可以做 PSM correlation 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請你 輸入之後 然後你先去確認一下 他到底輸入的是兩個連續變相 還是一個連續一個類別 還是兩個類別變相 如果是兩個類別變相 那就請你 就請你直接使用這個 就是poly-correlation 如果是 連續變相 兩連續變相就用剛剛的步驟 一個連續個類別就用poly-zero-correlation 那注意你需要匯出三個資訊 第一個是相關係數 第二個是p-value 第三個是用什麼方法 請你寫成一個list 然後寫出 然後告訴我們答案 好我們來做一下 好這個 我們背上剛剛的函數繼續 剛剛的函數是這個 如果兩個x1x2進來之後 我就可以用這個 就是 我就可以決定說這個 就是他兩個都連續變相的話就會走這條路嘛 對不對 好那如果 如果不是都連續 不是 我們現在把這個 我們現在把這個函數先拆開 因為如果不拆開的話你很難再改寫 反正再拆回來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一樣 x1 等於 data 裡面的 SBP好了 x2 等於 data裡面的 DBP 好這個 這個我們剛剛就已經寫過了嘛 一模一樣的東西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事情 首先 我們要輸出的三個東西是 相關係數 P-value跟用什麼方法 所以我們 不管怎麼樣 我們現在不可以再輸入result了 我們應該要在這裡我們要輸出 Method Method我們可以先等於na 然後這個 P-value 到時候我們再填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 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 相關係數我們用 raw好了 correlation好了 correlation等於na 然後 result出來了以後 我們先來想一下 如果我們這邊 全部執行完之後 然後使用這個result 這個result 他的 是Person Correlation嘛 所以他的method 就等於 我這邊就可以寫Person嘛對不對 然後他的 P-value 他的P-value等於什麼勒 是不是result裡面的 P點value 好這個是用ls找到的喔好不好 然後他的correlation呢 是不是就等於 result裡面的 好我們用ls找一下名字好了 呃應該是這個吧 估計值 我們來確定一下 好是啊這樣可以嗎 就是result裡面的估計值嘛對不對 好 那 如果他做的是 P-m-correlation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 Ls裡面的東西 好 完全 一樣也是有估計值嘛 所以我猜 我猜我們這裡也是一樣的 好然後有了 這個method的P-value 還有correlation之後 我們輸出的是不是 List把它全部List在一起 method P-value correlation 好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輸出嘛 這是 mylist 然後接著我們把mylist輸出 好如果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還沒有完全沒有那個 完全沒有把類別的寫進去喔 我們現在全部執行次 好這個看到就是pearson 然後這個還有correlation嘛對不對 那我們接著我們是不是就要把那個類別的部分把它寫進去 類別的部分怎麼寫呢 如果 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這裡把他刪掉好了 這邊沒有用 如果 class x1 等於等於 factor 這個class1 x1他是一個文字嘛 對不對 如果要等於等於factor 同時 class x2 也等於等於factor 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要用polycorrelation 那else else我們就要再來檢查嘛對不對 我們先numeric好了啦 因為numeric的話那個 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numeric 好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把這些全部都貼上來 好我們就走這條路 就是pearson correlation 跟spearman correlation else的話我們再來個if if 這兩個東西 他都等於factor 那這樣子的話我是不是就要做 polycorrelation 好所以我做polycorrelation 我可以貼一下前面的語法 我們要檢定嘛所以我們應該是result7這個語法對不對 result 就等於 polycor 然後這裡改成x1 等一下 這裡改成x2 然後我們要計算這個 我們的這三者我們要用什麼勒 我們這三個是不是method就變成poly 然後pvalue是不是 pvalue算法比較複雜嗎 pvalue算法應該是這一串 好把所有result7通感 result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pvalue 然後這個 correlation是多少勒 correlation是不是就是這個result裡面的role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吧 我們把 data裡面的desease 感 data 裡面的desease 跟data裡面的這個 diabetes 這樣就會走這條路嘛 不過你現在 你現在做這個的時候 你問他class是什麼 他會告訴你這不是 這不是factor對不對 所以啊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必須在做之前 我們必須先把他強迫 改成 data裡面的desease 等於as factor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做 你說有沒有什麼辦法 讓他自動偵測 這是不是factor 可能做不到 這件事情你一定要在資料表 自己先去定義啦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這樣 如果我們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們這個 三個都有了之後 我們一樣要買list 然後把 把他寫出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全部執行一次 現在因為我們換成了這兩個變項 所以他應該就會用poly correlation 對不對 這是pvalue 這是這個 這是這個 就是correlation 這樣可以吧 喔對 你這個買list 這樣做完了之後 其實你可以nance mylist 等於c 好 第一個是這個method 第二個是 pvalue 第三個是 好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會更好一點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的那個 mylist會更有information 這樣可以喔 好那我們繼續 那接著else else他想必就是一個連續一個類別囉 對不對 else他想必就是一個連續一個類別 那我們先 因為這函數是我們自己寫的啦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制定說 這個 呃我們應該要把那個x1放 類別然後x2放連續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就不要改順序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用這個poly 0 correlation 那我們用了這個以後我們要計算pvalue的方法是用 result8的這個 這個方法 所以我們的pvalue是這個樣子 pvalue 等於 result裡面的 然後得到pvalue 然後得到pvalue 那他的correlation呢 一樣 等於result裡面的raw 好全部都做完之後 我們來故意換一下 我們把divitis換成這個 svp 這樣他是不是就會 他是不是就會 改走下面那條路 我們再做一次 喔等一下 他應該是 他這個 這個我放反了 這個應該是 svp要放在上面 連續要放在上面 再做一次 好這樣是不是 喔這裡 這裡 這裡不能叫他 這個 他method的我忘記改了 這裡method 好現在我再全部執行一次 他做的是不是就是那個 類別對連續的correlation 這樣可以嗎 那我是不是這整包就可以把它包起來 變 test 等於f x1 x2 然後大括號 然後可以把這整包包起來 好然後 我的 x1這裡就可以刪掉 好我把它清空再做一次 全部執行一次 注意我現在裡面只有data跟test喔 我現在test x1 x1 就是data裡面的 這個svp data裡面的 dbp 那他顯然會用psncorrelation嘛對不對 那我現在 svp dbp改成 delice 他是不是就用 類別對連續的 我把svp再改成 找不到re到7 我在哪裡 這裡 我這裡不小心忘記刪了 我把它刪掉 全部再執行一次 改寫一次test函數 我再做一次 你就可以看到答案了 這樣可以嗎 我就確實是用雙類別的變相 當你有了這個函數之後 是不是 我的練習3是不是就做完了 我就同時可以產生 用什麼方法 PBView還有相關系數 那你有了這個函數之後 你要做練習4就不會很難了 因為你現在給定我一個Data 我現在要做Collection Matrix 這是 所有都是連續對連續的 你可以用COR這個函數做出Correlation Matrix 那我現在要做出 模擬這個函數的功能 你要做出 有時候類別對類別 有時候類別對連續 有時候連續對連續 是不是我就可以用這個函數來做了 好我來怎麼做咧 來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現在你有注意哦 在你寫完一個很長函數之後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版面好看一點 這裡左邊RStudio左邊有個小箭頭 你可以按一下 它就可以收起來了 我們可以based on這個狙血函數好不好 我們現在來產生一個Data 現在我們有了這個Test的函數之後 我們的Data 主要說我們現在要的Data是 我們的Subdata 等於Data裡面的 我們就故意有Desease 故意有 然後SBP DBP 這樣是不是任何組合都有了 這樣是不是任何組合都有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的Subdata 我們現在要對Subdata 現在的Subdata 我們如果直接對它做COR的話 這樣子 X這兩個不是Numeric 所以它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自己來做 我們自己來做的話 我們首先是不是要產生一個Result Matrix Result Matrix 等於Matrix 我們先全部都填E 為什麼 因為對角線不用做 對角線一定是E 對不對 nRaw等於 nColor Subdata nColor等於nColor Subdata 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Result Matrix 我們就是一格一格填字 對不對 然後接著它的 RawNames 等於 ColorNames Subdata 然後它的ColorNames也是一樣的 對吧 好我們再來看一次Result Matrix 好你基本上 你現在就是一格一格填數字了嘛 怎麼一格一格填數字咧 來 I等於 I等於1 J等於2好了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如果那個就是 呃 如果I等於1 J等於1 它出來是1嘛 沒什麼好看的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 我們如果做完這件事之後 我們是不是 X1 就等於 Subdata裡面的 I X2 是不是等於Subdata裡面的 J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套這個 Test Function了 好 好是不是就可以這樣做了 全部執行 好他就告他是不是就 這是一個List嘛對不對 這個List裡面的 COR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這樣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做回確認填空了 好不過這邊有個問題啦 因為他的那個 類別變相跟連續變相 有時候會 放反 有時候會放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在原始函數這裡 當我們發現 我們這裡要先檢查一下 X1跟X2 它顯然一個是Factor一個不是嘛對不對 If X1 If class1 等於Factor 我的Result 就等於我的X1跟X2就要調換 那Else 我就要用標準的方法 因為這裡第一個要放連續變相 第二個要放類的變相 為什麼我也知道咧 你可以看套件說明來看 它有說X必須是一個Numerical Variable Y可以是Audino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改寫了這個TEST函數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 隨便給兩個變相 就可以求出這個 然後你可以把它填入 Result Matrix裡面 第I個 Raw 第J個Colon 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把 回圈把寫出來 For J 贏 1到多少 N N Raw NColon 因為我們的J是跟著Result Matrix跑的 對不對 NColon Result Matrix 然後把它放進來 那I呢 I是不是也可以產生I回圈 For I贏 1到多少 NRaw Result Matrix 然後把這個 然後把這個 把它放進來 好 那我們現在全部執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Result Matrix 看到了嗎 它是不是就填完了 對角線是幾乎是1 好不好 這個每一格是不是就是我們要的 相關係數矩陣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 不會就是 這個 如果現在覺得太快了 就看影片來複習好了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 我們今天最重要最重要 學到的東西 就是套件的安裝還有使用 然後有一些新的東西 我們要學會 我們應該怎麼學 這樣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這節課的重點 那我們 基本上到這兩節課 我們上了非常非常多的統計方法 我沒有教大家很深入的了解 但是 這是所有的單字面向分析 基本上大概就是這些 還有一些特殊的統一方法 就是你PayPal看到 你可以用我剛剛的方法去學 這樣子 那我們 下節課 會介紹廣義現金模型 這個就是什麼 Linear Regression Logical Regression 通常都含在裡面 還有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那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必須使用 套件才能運算 你可以回去找一下 它到底是哪個套件 然後你可以預先安裝好 下一節課我們要用 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的 我問這個好像都不會有人回我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